高雄大寮社會住宅7日開工動土 市長陳其邁與地方明代共同出席 第一期工程規劃地上10層地下2層 將提供382戶社會住宅 除了滿足大寮以及鳳山地區的居住需求之外 也搭配捷運機場開發81期重化 提升居住和生活品質 打造大寮新都心 過去大家都知道 這輪到外地 陸車處理都慘 還有鳳膏鴨花 都在地上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其實我們的住宅政策要配合我們的交通政策 用交通政策來引導我們的住宅政策 那也搭配了我們社會住宅的興建 大寮的就業人口多 未來居住需求強勁 但是實際的建設並沒有跟上 市長陳其邁也表示 上任之後積極和時間賽跑 同時配合交通政策整體規劃 要讓大寮成為更加宜居的區域 對81期的重化區 我們現在有四個公園兩個自逢室 就是希望說 這個81期重化現在住宅上來之後 然後這些生活的設施公共的設施 我們同步也要有相關的 不管是又叫波爾日照 但81期也要做 市府團隊目前請盡所有力量 卯足全力加速興建 從中央到地方齊心合作 加速推動設施興建 這兩年已經動工約5000戶 整體目標上修至1萬5000戶 以降低青年以及落實的負擔 展現落實居住正義的決心 在現在已經動工了5500戶 不到兩年的時間動工了5500戶 但年底大概會有7700戶 目標我們一直在修正 我們的社會住宅的計畫 原來是1萬戶 剛上任的1萬戶 到其中我們要到1萬2千戶 現在我們的目標是1萬5千戶 那1萬5千戶 沒有那麼簡單 動土的大寮社宅 套房型共247戶 佔了三分之二 適合剛就業打拼的青年居住 每戶皆有極佳的採光 舒適健康的住宅環境 全案預計115年中旬完工